她是全镇宫人的女神 火红的秀发 性感的眼神 引得路人频频回头 她淡定的坐下 悄悄狼腿 随手拿起一根香烟 立刻被男人们团团围住 能被她接个火 那可是无上的光荣 然而就是这份惊人的美丽 却为她带来了 无穷无尽的痛苦 这里是西西里岛 一座封闭的小镇 玛莲娜是这个镇上 最漂亮的女人 美到什么程度呢 所有的男人都爱她 所有女人都嫉妒她 就连未成年的小孩 每天最大的乐趣 也是坐在马路边 眼巴巴地等她经过 才见得当的裙摆 显出袜带的轮廓 微微敞开的领口下 十字架若隐若现 简直是大饱眼福 阿雷第一次见到玛莲娜 就激动到挪不开眼 新世界的大门从此打开 为了一秀女神的芬芳 她开始制造偶月 骑车狂奔三公里 只为与她擦肩而过 学校也不去了 整日待坐在女神家门口 幻想马莲娜和她搭话 拜托带袍腿买东西 硬币会不小心落在地上 她弯腰去捡 一抬头 两条修长的眉腿 就会映入眼帘 她甚至滑身痴汗 跟到马莲娜家里 趁着夜深人静 趴在墙缝上偷窥 男人们沉迷于马莲娜的眉貌 竭尽所能地靠近她 这个家伙很幸运 居然闻到了女神的手 她马上私下张望 似乎是在炫耀 自己最先吃到了豆腐 然而除此之外 他们也不敢做更越轨的事 因为马莲娜已经结婚了 丈夫是一名军官 目前在北非打仗 得不到女神的青睐 他们话不甘为愤怒 开始诋毁马莲娜 而镇上的女人们 对她更是充满敌意 不喜欢她的理由 归根结底 就是三个字 凭什么 凭什么都是女人 她却长得那么漂亮 长得漂亮就算了 凭什么道德上还没有瑕疵 为了宣学度活 他们开始造谣 说马莲娜每天穿过小镇 就是为了去见情人 平时装得那么清高 谁知道私底下多不检点 然而阿雷心里清楚 这些根本就是胡扯 他悄悄跟着马莲娜 聚过所谓的情妇家 那里边住的 其实是马莲娜的爸爸 他每天来回奔走 都是为了照顾家人 阿雷替女生委屈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为她出这口恶劫 她到俱乐部做服务生 哪个男人说马莲娜的坏话 就往她的饮料里吐口水 哪个女人乱嚼舌根 就往她包里撒尿 她甚至来到教堂 和上帝做交易 我会甜甜给你点蜡烛 但作为交换 你要保护马莲娜 让她一生平安幸福 阿雷的愿望没有实现 没过多久 噩耗传来 马莲娜的丈夫 在战争中牺牲了 这道会上男人们笑容满面 甚至兴奋地鼓起上来 青春女神成了寡妇 现在她们也有机会 夺取马莲娜的放心了 第一个出手的是 马莲娜的老朋友 一位看似政治的军官 她正着往日的交情 对马莲娜动手动脚 却遭到委婉拒绝 只好失落离开 刚出门就撞见一位牙医 牙医喝醉了酒 非说马莲娜是她的未婚妻 军官听不下去 抬手就是一拳 争吵声引来了街坊邻居 亚医的老婆当场发飙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朝着楼上就开骂 说马莲娜上风败俗 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事很快在全镇传开 人们都说马莲娜是小三 应该被抓去坐牢 新话传到了爸爸耳朵里 他一怒之下 和女儿断绝了关系 马莲娜想制止谣言 便去寻求律师帮助 然而到了法庭上 法官只顾看着美女 根本不听她讲话 本因为军官会念旧情 为自己洗清冤屈 没想到她为了自曝 竟然说马莲娜勾引她 幸好律师仗义直言 然而赢了官司后 律师马上翻脸 开除天价委托费 付不起 没关系 晨晓一刻值千金 马莲娜拼命反抗 律师却步步紧逼 深夜中的哭喊 没有人会在意 她终究还是得逞了 打折之后 马莲娜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 男人们拿她当谈字 肆意造谣诋毁 仿佛只要将她贬入尘埃 就有机会得到她 女人们也联合起来 衣服 食物 生活物资 统统不卖给马莲娜 后来只是维持基本生活 她都做不到了 有钱也花不出去 因为小商小贩想要的是别的东西 与此同时 战争还在继续 突如其来的一颗炸弹 带走了马莲娜的爸爸 这下她最后的一道庇护也消失不见了 马莲娜终于意识到想要生存下去 她真的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了 当天晚上她下定决心剪掉了奇妖长发 第二天 马莲娜身穿一系黑旋出现在西西里的街头 火红的旧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她拿出一支香烟 男人们都呛着电火 她却一脸的悲伤 抗争了这么久 终于还是向命运低着头 她抛弃自我 染了金发 频繁出入俱乐部 与德军高丛打得火热 从此吃香喝辣 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然而随着德军战败 撤出了西西里道 马莲娜再次失去庇护 嫉妒到发狂的女人们 当然不会放过她 他们冲进俱乐部 扯着马莲娜的头发 将她偷到大街上 不停地拳打脚踢 甚至剃光了她的头发 马莲娜浑身是血 狼狈地趴在地上 而那些口口声声 说爱慕她的男人 却没有 哪怕一个敢站出来阻拦 只是想要活下去 为什么会这么难 她努力遮掩着身体 在一片重恨的目光中 落荒而逃 第二天 马莲娜裹着一身黑衣 登上了火车 她终于决定要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 然而就在她离开后不久 一个断臂的男人 却来到了镇上 竟然是马莲娜的丈夫 电报信息出了错 丈夫根本就没有牺牲 她第一时间去找妻子 却扑了个空 向周围人询问 却遭到嘲笑 被打倒在地 堂堂的战斗英雄 居然遭遇如此对待 阿雷实在看不下去 这天晚上 她偷偷写了一封信 交给了马莲娜的丈夫 请你相信我 你是她唯一爱过的人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是在去梅西娜的火车上 丈夫立刻启程 出发寻找妻子 多年后 一个断臂的男人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 出现在小镇上 正是马莲娜和丈夫 意大利有句古话说 只有重返旧地 才能重拾尊严 此时此刻 她们手腕之手 那样亲密的姿态 就是对这座小镇 最无情的嘲讽 曾经疯资绰夜的女神 如今也显出老态 荒诞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凶神恶煞的女人们 竟然主动和她打招呼 甚至送上衣服礼物 就好像从前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幻觉 回家路上 马莲娜的水过掉了 曾经尾随的男孩们 如今不再为之他转 前来帮忙的只有阿雷 看着从小到大的女神 阿雷犹豫半天 最终却只说了一句 她一生的悲剧 都是于过人的容貌 贪婪的人占有她 恶毒的人憎恨她 美丽变成原罪 自尊成为装模作样 凭什么你比别人优秀 凭什么你要与众不同 凭什么如此珍贵的东西 不能为我一人所有 在一生生质问中 留给美的空间 眼看着越来越狭窄 直到最后 终于被璀璨殆尽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一段悲伤的传说 如此令人唏嘘 好了 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